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請今晚新張正義 大公無私的節目主持 鄭玉玲小姐 歡迎各位參賽者 也歡迎家庭觀眾 收看我們百發百中的節目 時間過得很快 已經來到最後一個星期 這個星期過了之後 進入我們百發百中的決賽 我的心情很緊張 因為我很希望一百位參賽者 盡快可以儲得三個獎獎 入到決賽有很多豐富的獎品 以及獎金等著你們取得 好,這時候介紹一下 今晚我們的三位嘉賓 首先是港者吸引馬 今天很開心請到這位朋友上來 他就是鍾衛兵 接著就是平日就口多多了 面對法律難題 不知道是否只得嘴巴的 阮兆祥 最後出場的是新型嬌小 法律常識就不說得少的劉美君 好,歡迎三位嘉賓 大家都知道了 稍後聽完嘉賓的意見之後 每個個案可以作出一次的轉態 但信不信他們就由自己決定了 這時候我們看看 這個節目的獎品和獎金有多豐富 其中包括 雪記蘭天然護膚品有限公司送出 名貴禮品總值52萬 及現金獎13萬 Morgan時尚碗錶系列總值64萬7400 Waterfall Golf Gym送出 健身會值總值74萬1千 瑞士Swiss Program 高級護膚品禮券總值65萬 共和堂送出歸零高級 涼茶美食禮券總值32萬 及現金獎100萬 莎莎化妝品送出 瑞士高級護膚品禮券總值65萬 BioLin髮囊營養系列總值116萬6100 這麼豐富的獎品、獎金 答對所有問題就有機會得到 每一集為求公正 我們都邀請到香港律師會的兩位律師 跟我們解釋真正的答案 現在先介紹今晚兩位 首先是馬華潤律師 還有蔡小玲律師 所有嘉賓都到齊了 比賽馬上開始了 馬上看看第一個個案, 法理何在 陳先生, 你也知道了 這區很少這種價錢的單位 這房子真的很划算買 是…我也挺喜歡 但如果有些價錢, 可以再談談, 好嗎 陳先生, 坦白說 這個價錢其實我們沒得賺 是, 我們不是等錢周轉 兩兄弟都不想買一間屋而已 是呀 陳先生, 不要考慮那麼多了 今天下午還有很多客人看這個單位 真是合心, 快點播取吧 好, 好 好, 就這間吧 陳先生, 真是梳索 謝謝… 這樣吧, 跟我回去辦點手續吧 好 謝謝 再見… 大佬, 那馬上一層樓身就通知小弟 遲些吧, 免得去左頭左勢 大佬, 怎麼這麼吵 怎麼告訴小弟我們賣一間屋 他早就知道了 他說不能賣, 沒理由 這間屋是長命契 是老爸和我們三個的名字 現在老爸不在了 法例上, 我三個一人佔一份, 不能賣 那好吧, 明天把小弟出來 三個老闆說清楚了 好, 再見 你們有沒有搞錯 一屋樓是老爸留給我三個的 你們怎麼可以賣的 老爸留給我們就是我們 為甚麼不能賣 況且老爸沒說不能賣, 對不對 別說了, 總之我不會少你那份 謝謝, 總之沒有我同意 你們兩個絕對不用賣這屋樓 好笑, 我用不著你同意 這屋樓是我和二樓佔三分之二 少數服從多數你會不會 傻瓜, 你抱這屋樓幹甚麼 趁現在的事好, 賣了它就打架了 這間屋是老爸留下唯一的遺產 總之沒有我同意, 你們絕對不用賣 就以上片段 原則上, 未得三底龍耳 在此階段, 可否受賣物業 第一個個案, 我們看完了 大家就要準備按燈 記得紅燈可以受賣物業 而黃燈是不能受賣物業的 百發百中, 答中錯 還是答錯, 沒得剩, 投票開始 93人按了黃燈, 只有7人按紅燈 當然要跟按紅燈的朋友聊天 20號 例如, 他聽到跟朋友吃飯 去哪裡吃飯 全部都是小數服多數的 是 所以因為這麼簡單的情況下 你吃飯是小 現在說房子, 20號 總之一句說到尾 是 紅燈就是紅燈 紅燈就是紅燈 你待會不要轉, 我告訴你 我待會轉不轉呢 就要看阮先生怎麼說 給你壓力 好了, 現在當然要聽大比數的人 按黃燈, 你們有甚麼理據 電腦, 麻煩 55號 長命契的名字是可圈可點的 也形容得很貼切的 為甚麼呢? 就是說這個契約裡有份的人 都是要鬥長命 他最後才能取得業權 而在這個途中 任何人也不能把業權賣出去 但是法律上也有一種方式 就是說他們若果在同意之下 也需要去律師樓辦一個手續 就是把那個不可分割的業權 做了然後變成一個可以分割的業權 若果在這個分割業權之下 他們就有可能把樓宇賣出去 政犯雙方都發表過意見 這個時候就要問問我們三位嘉賓 怎樣看法 劉美君小姐 黃燈 黃燈你也是覺得不可以受賣的 不可以賣 為甚麼呢? 因為我基本上看一段影片 他說因為他爸爸死了 所以他們是四個人 他是長命契 就是以父親和三兄弟的名字 由於父親死了 所以這三兄弟才有這間屋 是的 既然是這三兄弟 如果其中有一個想賣 我就覺得不行 因為是屬於三個 我覺得要三個同意才可以賣 就不同 公司不是分百分割 如果你有51%就可以賣 但這是一個物業 即是一塊東西一間屋 我覺得不可以 好,很瘦的阮兆祥 我個人來說 要先按燈 當然要選紅燈 旁邊的黃燈 十一相瞞 20號 是 你醒吧,好嗎 少數服從多數 你現在應該馬上按黃燈 是吧 你現在是少數 剛才剛才看到蔡一智和蘇紫威 兩個,如果將來草猛開演唱會 兩個願意簽,蔡一杰說不願意簽 難道少數服從多數 硬要她上台唱歌 開演唱會嗎 當然不行 所有事情一定要三個人共同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意向 一起落筆,簽了 她才可以賣 好,Maria,你怎麼看 我按紅燈 你按紅燈,很厲害,為甚麼 問題是在此階段 可否售賣樓宇 是 你沒聽過那些叫味膠吉樓宇嗎 是 經常都有的,便宜一點 有些租客又不肯走 有些租客又不肯走 總之是有問題的那些東西 那怎樣?賣了 然後等他們三兄弟族過去嗎 或者是弟弟… 這個不重要 問題是可不可以賣 我覺得就是… 有沒有人買來一回事 但在這階段是可以賣的 如果是轉態,趁現在八發八中 搭中坐定,搭錯就沒得剩 轉態開始 現在是92人,就是按了黃燈 八個人就是按了紅燈 有五位參賽者轉態 黃轉紅,有三位紅轉黃的 都有兩位 這個時候請轉態的朋友 跟我們聊聊天 98號 通常TVB不會… 即是到尾聲 只剩下這麼少集數 沒理由讓你這麼多人過關 決賽… 也不夠位置坐 那怎麼辦 98號,你這樣很危險 我告訴你 危險不怕 你今晚可能要離開 我有個章 今晚有兩個問題 你兩題坐就這樣 那就看看下一題如何 好… 電腦分析就是… 紅轉黃並沒有參賽者想發表意見 現在大家都很心急 直接問馬律師 這條問題 真正的答案是甚麼 真正的答案就是黃色 現在說的是整個物業 我們不是說物業的業權 當然這個物業 因為爸爸不在的時候 長命契變成了三個人 每一個兄弟都有三分之一 每一個兄弟可以處理自己三分之一的業權 那究竟買不買到呢 也不是表面上說沒有人買 但是我們最側重的點是整建物業 所以在這個階段的情形之下 是不可以賣的 馬律師 我有興趣知道 長命契究竟是甚麼意思 剛才有位參賽者 就說得很清楚了 大家鬥長命 那時候 譬如四個人有一個不在的時候 就變成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有多一個不在變成二分之一 當然在這個長命契的情形之下 就應該大家是共同簽名才可以賣賣 但也正是各位參賽者 也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你可以把業權割掉 變成大家有三分之一 謝謝馬律師 解釋得非常清楚了 那麼紅燈的朋友也知道 要離開現場或者撕走一個獎章 這條題目有八個人答錯 其中四位台署被撕去一個獎章 總共有96位參賽者 可以進入下一個回合 好, 剩下的參賽者 在下一個回合有多少要淘汰 多少可以留下來呢 下一節的八發八眾自有分曉 一會兒見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八發八眾 現場有96位參賽者 多少位可以留下來呢 就要馬上看看他們 在第二個個案怎樣選擇 馬上看看法利何在 字幕大約 賀 鑰哥, 怎麼會這麼難下來呢? 我的照片一天下來, 老婆付錢而言 可說 你的女兒嗎? 對 她的小姐 小姐 怪不得 對了, 你不是找了威哥嗎? 威哥還沒回來 我知道,我打電話給她 她叫我來等她 不如你叫杯飲品等她 好,給我杯啤酒 我有意 你想我給媽媽扭耳朵嗎? 沒有了,給她一杯橙汁 欣欣,爸爸去她洗手間 你別到處走,坐定等我回來 妹妹,這杯橙汁是你的 好嗎?謝謝,姐姐 小姐,警署手牌,小妹負責人在哪裡? 她還沒回來 小妹妹,為何只有你一個人在? 你怎麼在這裡?不是家人嗎? 怎麼了?甚麼事? 警察查牌,你就是這裡的負責人嗎? 甚麼負責人?我來探朋友而已 我女兒來的 對了,先生 為何你帶女兒來酒吧還給她喝酒 甚麼時候? 欣欣,你為何偷我的酒喝 你怎麼喝啊?你… Peter,甚麼事? 你是否負責人? 我們懷疑有未成年人士在你酒吧喝酒 不是了 老師,我真的來探朋友而已 我不算是客人了 而且我叫一杯橙汁給我女兒喝 我真的不知道她會偷酒喝的 是,老師,是誤會而已,給我一支機會 就以上片段 兒童在酒吧偷喝啤酒 酒吧老闆有否觸犯法例? 第二個方案片段看完之後 參賽者要準備投票了 記得紅燈就是酒吧老闆有觸犯法例 而黃燈就是相反,沒有觸犯法例 記得了,百花百中,答中坐定 答錯沒得剩,投票開始 紅燈多了很多人 69人就按了紅燈 27人按了黃燈 不如請按紅燈的朋友跟我們聊聊 17號 時排人應該… 如果在酒吧裡有打鬥的時候 他還是需要負上刑事責任 所以我覺得… 我想… 雖然沒有打架那麼嚴重 不過他是有責任去看… 看管著或者看著有甚麼人 除了用甚麼,喝甚麼,吃甚麼 他是有這個責任 但當時老闆不在 其實老闆不在,不是一個問題 他主要有看場 如果看場的人不管 老闆是持牌人的 他有責任去做 要負責的 是 好,聽過按紅燈的朋友的理據 當然要聽聽按黃燈的朋友 你們的理由又是甚麼 33號 其實責任在他爸爸上 首先他不應該帶他進酒吧 而且現在他說兒童在酒吧裡偷喝酒 是的 其實他應該教他不應該喝酒 我想真的有教過 不過有時候弟弟的事很難說 如果他百艷起上來 所以他不應該帶他進酒吧 是,不要帶他出街 他兒童應該去的地方 他打算下去探望他的朋友 那就放下他媽媽照顧 好了,這時候聽過大家的意見 我們又要聽聽嘉賓的意見 有,我覺得他…有 我很緊張 有觸犯法例,為甚麼 為甚麼呢?我沒有意思 我只是圓著剛才的片段 我很小心的人 是 剛才那個警務人員 是說了一句對白 他說我懷疑你也在觸犯法例 是 我很相信警務人員 你騙人這樣說了 可能真的有 阮少祥 其實我還未知道 因為首先我想說 酒吧… 沒得首先 一定要先減少 沒有… 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酒吧老闆和酒吧持牌人 未必是同一個人 是 有時一間酒吧有幾個老闆 你差誰 有一個說我還不在香港 你說我有罪,不是吧 所以我覺得 因為酒吧老闆這詞 是有點挑剔的 如果我們換了是持牌人 那你覺得這個持牌人 有沒有犯法呢? 我覺得他有 最後,劉美君,領小頭 不要看我 我… 我覺得是… 沒有… 沒有… 我想問題是… 在一個問題那裡 問題是在一個問題那裡 真的在一個問題那裡 是… 你說如果一個小朋友在酒吧喝酒 真的在那裡喝,又叫 那就有問題了 但現在這個小朋友的問題是 他的片段裡是小朋友 偷喝啤酒 是呀 偷喝他爸爸的杯 是… 只不過是剛好這個時間 是他剛剛偷喝 又剛剛… 警察就來了 警察就來了 是剛剛遇上剛剛 還有一句對白挺好的 甚麼 阿斌仔走過去 然後跟警察說 不好意思,Sir,一場五回而已 給自己回吧 是呀… 你們令到現場已經議論紛紛 有些已經想轉軚了 如果轉軚就趁現在 因為百發百中 答中就坐定 答錯沒得剩下 轉軚開始了 有65位參賽者按了紅燈 31位參賽者按了黃燈 有20位參賽者轉軚 黃轉紅的有八位 紅轉黃的有12位 請電腦幫我們找出 一些轉軚的朋友聊天 45號 剛才我最初選黃色 因為我看到職員給他一杯橙汁 叮囑小朋友喝橙汁 不是喝啤酒 是 我覺得他沒有犯罪意圖 所以我就選黃色 但後來我想想想想清楚 就發現有不妥 因為我看到 當爸爸叫啤酒的時候 妹妹說想要的 是嗎 是,她說想要 她說我要 爸爸就叫另外一杯橙汁給他 其實職員是知道的 他應該要防範這一點 好,我們聽過黃轉紅的理據 現在調轉了 聽聽紅轉黃為何轉軚 30號 我絕對相信酒吧老闆是沒有犯法的 絕對相信,為甚麼 其實整套影片 大家都被類似小場那麼可愛的女生 以及CID誤導了 是嗎 酒吧工作人員只是賣酒給男士 他沒有賣酒給女生 是的 如果女生拿酒喝,不會犯法 我小朋友經常拿隔壁酒喝啤酒 又不見有人抓我去坐牢 所以我絕對相信黃色是對的 好,蔡律師請你把真正的答案說給我們聽 正確的答案是紅色 根據英貨罪品酒類規例 香港法例第109B章第28條 任何持牌人不得准許任何18歲以下的人士 在任何領有酒牌的地方 飲用令人分罪的酒類 而令人分罪的酒類的定義就是根據英貨稅品條例 香港法例第109章第53條 是包括啤酒的 在這個短片裏面 關鍵就是酒吧老闆阿威有沒有准許 因因飲用原本是給他爸爸的啤酒呢 雖然當時阿威不在場 但他作為酒吧的老闆 阿威需要敦出他的員工 亦要採取合理的行動 去防範未成年的人士 去飲用含酒精的飲品 在短片所見 酒吧的時應 放下了杯橙汁 放下了杯啤酒便離開了 而他亦會知道 之前欣欣是想喝啤酒的 他沒有跟欣欣說清楚 這杯啤酒只是給爸爸 你不可以喝用 因為你未夠18歲 亦沒有等待爸爸回來才離開 這個亦可以構成了 他沒有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 去防止18歲以下的人士去喝酒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酒吧的老闆應該違反了法律 謝謝蔡律師的解釋 換言之, 按了黃燈的朋友 就是要離開我們的錄影廠 或者撕走一個獎章 這題目有31位參賽者答錯 當中有六位台署撕走一個獎章 總共有71人可以留下 在這裡要恭喜今晚 有七位參賽者儲夠三個獎章 就可以進入我們百花百中的決賽 恭喜你們 好, 今晚節目的時間差不多了 在這裡要感謝三位嘉賓 以及來自香港律師會的兩位律師 同樣時間再見, 再見 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